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早上10点之间明明没有敏感反应 至少早上3点就有 即是10点至3点一定接触物质令皮肤敏感 如果滋敏源是在食物中吸收后,跟着血液到处去 那时的敏感反应应该是全新的 但如果今次的致敏源是 譬如说撇白水、细节精 是碰到它 那时的湿层是局部 有些食物有些人就敏感 有些人不会敏感 譬如说有一次 有个人跟我说 他对虾敏感 那我就问他 那你爸爸妈妈 会不会对虾敏感 没有 那我就这么说 譬如说现在有一只很漂亮的虾 就煎香了 煎熟了 中间切开一半 一半是你吃 一半是爸爸吃或者妈妈吃 那爸爸妈妈吃了那一半 就什么事都没有 但你吃了那一半 你就敏感了 那就是说那只虾是没有毒的 有毒就大家都中毒 那就奇怪了 那难道我们的身体 有两种的机制 去处理一种的食物 你用的机制 就是A 就会敏感 爸爸妈妈用的机制 B 就不敏感 更加奇怪 就是你以前吃得到虾 现在才吃不到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现在就用图去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个 性命敏感的反应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皮肤 那皮肤下面呢 就有一种细胞 就叫做巨细细胞 比如说你现在就 我现在吃了一片芒果 那芒果里面呢 就肯定有些成分 是我身体没有的 那我吃了 那于是就 有些外来物体呢 就吸收着它去血里面 那接着血就周围去的 那现在皮肤下面呢 就有五粒的外来物体 芒果的外来物体 那看手皮肤的巨细细胞呢 就看到那些外来物体了 那它就走过去 一口就吃了它 消化了它 那这件事就解决了 那我们叫这种的反应呢 叫做一型的反应 但是如果我现在不是吃一片芒果呢 现在有些芒果蛋糕呢 上面有双花的 我数过的 三十片芒果 那我现在吃了双花了 我突然间就有三十倍的外来物体了 但是我的皮肤未必立刻调动到三十倍的巨细细胞出来 那怎么办好呢 这就要斑救兵了 那时候这个一型反应呢 就升级去到二型的反应了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看守皮肤的另一种细胞呢 叫做琳巴细胞 琳巴细胞呢 就会分泌一些很特别的蛋白质 这个蛋白质呢 叫做抗体 那抗体呢 那个样子呢 好像有一个英文的Y 一只脚 有两个手臂 那手臂可以动的 一捉就捉住了一些外来物体了 那捉住了之后呢 就通知皮肤 第三种细胞呢 叫做肥大细胞 那肥大细胞呢 就收到这个讯息了 那这样就会分别一种物质呢 叫做组织胺 这个组织胺呢 英文呢 就叫做Histamine 那它就会 令到皮肤的微书管呢 就书章了 那微书章了 那微书章呢 那那些红血球呢 就滲了出来 皮肤书章本来就容易 就想放多些血里面的 巨细细胞出来的 搬救兵 但是巨细细胞的体积呢 就比红血球呢 就大至少八倍 所以当微书管书章到 巨细细胞都出得到呢 那红血球都出得到 那皮肤就红了 红血球的体积呢 就大过水的 所以当微书管书章到 红血球都出得到呢 那水当然都出得到 但是我们皮肤的结构 是不可以容许那些水 滑出就出的 那结果呢 那些水呢 就滲了出来了 但是出不到皮肤 那就滚在皮肤里面 皮肤就拱了起身 好像有些小碎碰在皮肤下面 我这些皮肤呢 被人碰一碰 我们都知道的 因为皮肤有很多神经抹沙 那现在有些小碎碰 顶住那些神经抹沙 那当然有感觉 不过又未至尖锐到 觉得很痛 但觉得很痕 于是皮肤就会 又红又肿又痕 那这个呢 就是敏感的三个症状 就是因为我吃了太多芒果 刻坏了面系统 由一型推上二型 从此之后 我的面系统记得这个自闻源 以后我就算吃少许芒果 他怎么知道 我是否有三十片这样的食法 经供资料 就决定用二型方法处理 之外这个食物敏感反应 不是质的问题 是量的问题 有些中医西医跟你说 他说你不要吃芒果 蝦蟹牛肉 因为那些会发的 如果芒果蝦蟹牛肉 令到每一个人都发 芒果蝦蟹牛肉 就是毒药 来的 雞鲍鱼来的 没人吃得到 那你信不信很多人吃得到蝦蟹 很多人 很多人吃得到芒果 很多芒果的甜品店 很多人吃得到牛肉 很多人吃得到牛肉 那点不是吃与不吃 不要吃过量 什么叫过量 有一次有个男士来到 跟我说 他说我突然之间吃不到大集蟹 很优秀 他打算死了 以后吃不到大集蟹 他吃得很清淡 但他有一次跟同事去新加坡 玩了一星期回来 就吃蜜蜜 原来他在新加坡 吃了一碗冬蔭公 那里有很多香料 他平时在家煮饭都不用这些香料 现在整碗香料吃 那麵系统由一迎突在上面 但那碗冬蔭公 给新加坡人吃 每个都吃得到 因为他未吃惯 所以面系统就吃到一条 所以如果小朋友给他吃三只白色蝦 他可能就对蝦敏感 但他爸爸妈妈吃到三十只都不会敏感 这不是质的问题 是量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能够将二型的习惯 搬回到一型 那我又吃得到芒果 但我吃到芒果吃得很多 又推翻二型 那又会变回 那原来我们的免疫系统 是需要一种蛋白质叫做IL1 IL1 就负责是 负责一型反应 我们需要一种蛋白质叫做IL4 是负责二型的反应 那如果我们有个健康食品 可以一方面减少IL4 一方面增加IL1 就叫免疫系统以后 不要用二型方法处理问题 用回一型方法 那便会康复 那在螺旋座里面 有一种物质叫做spiruline 分量不是很多 将它提存出来 它可以减少IL4 在做面包的酵母里面 有一种物质叫做beta-glucan 又将它提存出来 它可以增加IL1 所以这两样一起 一方面减少4 一方面增加1 就将二型的习惯 搬回一型 那便会康复 这个就是 当那个致命源 是有重量 有重量 有形状 譬如说 尘满 猫毛 狗毛 食物 漂白水 细细精的照呼手 游需时的消毒药水 自己的汗 医料 金属 这些都是有重量 有形状 但原来 有另一种致命源 是没有重量 没有形状 有些人很奇怪 转天气都敏感 那就奇怪了 一转天气 就全香港800万人都觉得转 那为什么有些人又敏感 有些人不敏感 譬如说 这条线是我的皮肤 转天气 便会刺激我的肥大细胞分泌 一粒组织胺 书章一条微书管 有一份水 一份红月球滲出来 但是如果 这个肥大细胞曾经有些抗体 弄过它 它便做好多组织胺 一转天气 我便分泌一粒 它便分泌十粒 那便有我十倍的反应 当细胞分泌了组织胺 分泌了 没有了 细胞便想补充 但如果我们行够抑制补充这个组织胺 是酵素 令它补充不回 那十粒 補充两粒 它便少了八粒 以后反应也少了八成 这个就是控制补充酵素 就用洋葱素或者绿茶素 都可以控制这个组织胺 令细胞不要装定那么多 反应也没有那么厉害 那你现在便要开始问自己 我这个自问完 是物质还是非物质呢? 如果我吃了些东西会敏感的 当然就是物质 就用这个spirulant和beta-glucan的方法 那如果我是转天气都会敏感的 或者是有些人敏症都会敏感的 那敏症和天气是触摸不到的 没有重量没有形状 就用洋葱素和绿茶素便可以了 如果两样都有呢 就两样都用 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在两个星期内 就可以好 就不会敏感 就可以再吃你以前吃不到的东西